針對香港的實際情況,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20年6月30日制定《香港國安法》。 《國安法》的實施立竿見影,發揮了震懾力、有效壓止黑暴、港獨和外國勢力介入的囂張違法行為。 香港又亂變治,社會大致回復正常。 但這樣不代表香港的國家安全風險就消失了。 我們回想一下,在黑暴之前,香港一直治安良好。 罪安數字持續下跌。 黑暴前一年的數字,更加是過去40多年來的新低。 但這個下降的趨勢,在2019年被黑暴完全破壞和逆轉。 港獨的囂張,更加讓我們體會到國家安全風險,可以不知不覺地潛藏在社會,等機會突發。 因此,我們要時刻保持警惕。 那麼,我們究竟在香港面對著什麼國家安全風險呢? 在這裡,我想指出五個最直接的風險。 他們是港獨、管道恐怖主義、外部勢力插手破壞、社會治安以及個人資料武器化。 維護國家安全。 特區政府責無旁貸。 但這也是每一個人的責任。 國家已經將4月15日定為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。 目的是增強全民國家安全意識。 可見宣傳教育的重要性。 今年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的第一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。 必具意義。 特區政府舉辦一連串活動。 希望進一步加強國界對香港國安法的了解。 並且提高市民的國家安全意識。